海星中学62周年校庆运动会16号热闹的登场 同学们从创意竞场到全力参与各项的运动赛事 展现了无比的青春活力 校长陈海鹏表示 海星中学重视多元发展 同学们不论是在运动项目、课业的学习 以及发明创意上面都有杰出的表现 也欢迎有更多的学生来加入海星家族 各班同学创意造型打扮竞场 还有让人惊喜的班级对呼 充分展现了属于中学生的青春活力 这是海星中学庆祝创校62周年举办的校庆运动会 校长陈海鹏表示 海星中学重视多元教育发展 不论在运动场上或者是科业学习 甚至于是科学探索 学生们都有杰出表现 在很多方面都希望孩子可以发展他的天赋 那今年在我们在运动团队方面 有田径队、卡巴迪、排球队、篮球队 那今年的女篮得到现运的冠军 卡巴迪是总统杯的冠军 然后我们的国山的孩子打破现运的记录 200公尺的现运记录 所以这些都是孩子们非常非常棒的展现自己才能 那另外我们在双语的课程部分 我们在今年也强调有七位孩子到加拿大 去用二加一的方式在加拿大直接完成他们高三的学业 可以在国外念他们希望的大学 那在科学方面我们也持续的发展 那在科学方面我们也持续的发展 为班级争取最佳成绩 没有上场的同学也充当啦啦队 为自己班级的选手大声欢呼加油打气 除了紧张的体育竞赛 还有好玩的趣味游戏竞赛 各个班级也展现了绝佳的团队默契 共同赢得好成绩 海星中学校庆运动会热闹欢欣 展现了无比的清除火力 介络会雪香报导